为什么都说男孩子的崩溃往往都在一瞬间 因为大多数男生受了委屈都不会轻易地和别人说 即使他们和父母述说自己的委屈 父母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父母还有可能会因为担心他们而彻夜难眠 即便和陌生人说的话也没有意义 因为大多数人都只会来看你的笑话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所以男生的委屈一般都不会展现给外人所知 因此大多数男生都只会把委屈默默地留在心中 直到日积月累的压里压得他喘不过气 当他不能承受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也就崩溃了 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大多数男生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为了养活他们 大多数人都会每天劳累奔波 他们干着最脏的活 拿着最累的工资 可结果却常常不被人们理解 甚至有的还会被嫌弃没有本事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又会有多少人愿意起早餐黑为生活奔波呢 可能我们都已经忘记了 他们曾经也是有着各种梦想的有之青年 每个男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 有的会想要当科学家 有的会想要当运动员 无论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在他们上学的时候 他们的梦想都变成了想要考个重点学校 在他们出社会的那一刻 梦想又变成了想要找个好工作 然而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 梦想却又变成了买车买房 那么屏幕前的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呢 小时候受了委屈我们可以放声大哭 长大后受了委屈只能用一包烟来缓解压力 其实压垮一个男人的从来都不是身体上的劳累和物质上的困难 而是当他累了需要依靠的时候 却寻不到任何一丝的温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点耐心善待他们 不要让自己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